在旅行的时候呢 人们其实一般都希望住宿啊 是宽敞 舒适又安静 但是最近的日本的一家旅馆却是打破了常规 噪音大 空间小 但是却非常的受欢迎 这家旅馆坐落在日本横滨市 名叫微小 旅馆的房间由迷你活动板房改建而成 每个房间大约可住四名成年人 各个房间都经不同的装饰设计师精心设计过 有独立浴室和室外露台 虽然空间有限 设施简单 但这家旅馆独辟蹊径 微小旅馆的母公司景尚良表示 公司把这里作为一个活动空间和一个旅社来推广 让尽可能多的客人来举办尽可能多的活动 并创造出一种协同效应来实现这两件事 特别多是家族或家庭 女士会和友人都非常多 中间的空间有很多的空间 没有很多的空间 不光客服了空间狭小的劣势 微小旅馆甚至让噪音都成为了卖点 旅馆房顶之上就是铁路 火车通过的声响通常会持续到午夜 不过对微小旅馆的客人来说 这却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本来说 本当面白いなって 子供と見てたんですけど それでみんなで電車の通るところを 停まってみたいっていう風になって すぐに予約しました 对不停的感觉 不停的耳朵 美务 在这期才им 是